各位網友 大家好 OK仔 跟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猛料方面 周凱薇的消息 在內地繼續有 因為說到病歷紀錄 不知道為什麼流出來了 現在的原因曝光 更加有些殯葬業者在搞三搞四 情況如何 稍後跟大家一起跟進 另一宗大消息 昨晚突然說北京有列車斷開兩截 有千個乘客受影響 有人暈倒 因為情況很嚴重 正在下雪 我們稍後會和大家看看 另外會和大家看看有個臭小子 敗家仔竟然偷了家裡的金錢 變賣不僅 變了錢之後 還要拿錢去派街坊 嘩 激到媽媽 真的吐血 還有很多其他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會和大家跟進了關於北京的消息 因為昨晚在北京地鐵 發生了嚴重事故 這嚴重事故 導致 有列車斷開兩截 大家乘過地鐵都知道 是接駁的 突然撞了一斬半 分離 很危險 究竟有沒有人出事 現場消息 根據微博晚上的報導 初步了解 窗屏線的車輛故障 工作人員 組織急救 救援 以及疏散 要求 現場乘客配合工作人員指導 注意安全 更了解到西義基地鐵站 目前採取封閉措施 斷了兩截 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走一走一走一走的 高速 前方的車是走得很快 後方的車可能站在中間 重要的時刻 是 下班時刻 你想想香港的地鐵有多迫劫 在中間接駁的位置 cage 全部都站滿人 會不會跌了一些人落地 又落雪 很嚴重 現場的乘客就這樣說 有小孩就這樣說 後來再多些消息說 裡面是超級多乘客 出市列車的車箱裡沒有燈 有玻璃槍爆裂 有乘客暈倒 需要人生火 有哭一聲 幸好沒有混亂的情況 裡面有1440人左右 如果坐爆的話可以坐一千多人 昨晚出市時零下五度 還要大雪 頗頭痕 相信 就需要官方去調查一下意外的成因 才行 會不會跟落雪有關 所以 極端天氣 早前我們經常在這裡報道極端天氣 然後 然後 你以為沒事 行戶外 有架空橋 除了這個之外 在上海 亦有貨車 突然在高架橋出現了燃火 燒到毒煙 飄進去 剛剛樓上 還是樓下 可能就是地鐵 傳進去 煙霧瀰漫 嚇死人了 這件事件在昨天上午 在寶山區 S20內圈溫村路 納交近共富新村地鐵站 當時 有一部小型貨車 燃火 由於燒到火燒得很猛烈 裡面的毒霧、毒煙 到處飄了 飄進去 列車的車廂 其實有人說 煙而已 沒見過嗎 地鐵 全部都是困獸鬥 你不斷放煙進去 焗雲人 這件事件立即找消防人員 更加啟動緊急應變措施 把車廂裡面的排煙裝置全部加大力度 盡快抽煙走 或者叫人下車 也不奇怪 根據上海地鐵方面的報導 沒有人受傷 幸好 另外一件消息 這件消息是關於 這個臭小子 竟然 把家裡的金錢變賣 誰教你 所以 這位真是蠢頓儀 你可能覺得很聰明 聰明 你聰明 你自己享受 你拿來派街坊 生舊叉燒的生理 這件事件 放上去打官司 媽媽的兒子 那兒子是不是很大呢 原來不是 這個兒子很小 還未成年 根據內地媒體報導 原告人姓劉 重傷多年 家境也不錯 結婚後 跟她的丈夫 有一個姓張的小孩 這個姓張的小孩 未成年 在上年一月 劉女士說 看到金價上漲 於是大手扣入了11斤 大約 116 15.5公斤的金條 挺重的 作為投資作用 放了家裡的保險櫃 想不到兒子看到放金 於是想辦法 拿到密碼 更加拿出金條 兒子 拿到這些金之後 透過一位大人 幫忙 賣金 那裏不少錢 15公斤金 大約 600多萬港幣 哇 真是 拿了600多萬港幣 這位小孩 於是立即先派了23萬港幣 給他朋友 聰明你的有聰明的 更加 買了一部林寶堅尼 去了奢侈品店大肆消費 後來 我媽看到金條不逆而非 以為有債入屋 後來 原來日房夜房 家賊難房 原來是兒子賣了金 這事件令到母子關係轉差 最初 說到我媽媽也不想 真是說她是兒子 這是什麼法律責任 但是報警之後 警方幫忙 和汽車經銷店 和奢侈品店 協商 成功退款 拿回大部分款項 但是 這個壞兒子的好朋友 幫忙賣金的 有聖的 拿了二十多萬 不願意把錢吐出來 我又沒有騙 你兒子送給我的 我為什麼要拿出來 你要我把錢吐出來 就不行了 隨便把錢吐出來 想不到 媽媽一路之下 以不當得利 把這個男士告上法定 要求 他賺回所有錢 另外 由於這事件是兒子而起 所以 最後 說到 法院判了 這位 人士需要 把錢吐出來 這就更加 叫做 兒子算數 都是 沒有的 別人的媽媽生氣 要你吐就吐了 算是不合當的 送給我都不行 不行 本身那塊錢 也是 不法得來 所以 整件事都好像 接莊一樣 另外 我們看看這宗 在廣州 馬拉松 我忘記報了 沒有報道 今年應該跑得很舒服 跑得很舒服 雨也不太冷 有年我跑得很冷 只有幾度下雨 最近出現了 有位很漂亮的女跑者 爆紅 但是 照片拍出來很漂亮 但是被人刺破 原來她是P圖 P圖得很厲害 真實的樣子 大家看完之後都呆了 這位美女跑得很好 跑姿也很好 外表也很好 最初穿着T恤 跑 跑一跑之後更加把 上衣剝掉 只剩下運動內衣 引起一時轟動 猜不到 有人 可能其他跑手就踢爆了 這個 看過他 他的樣子也不是這樣的 馬上拿回 剛剛有拍到他的照 未經修緝過 嚇死人 有人說哪張真很簡單 看看號碼牌就知道 真是 這個世界的AI功夫真是很厲害 本來這位美女的身形 皮光肉滑 手臂也有 腰也有 白雪雪 樣子完全 簡直是零瑕疵 結果看到那個真身現真身 差點 也不是差點 眼亦是差很遠 沒辦法 有號碼牌 在網上找官方照片就知道 這些是歲月的痕跡 每個人都很老 我又沒法怪他 自己看得也開心 每個人都是一個少女心 另外也看看 在四川 出現了 學校宿舍 學生歌互相互統 真是 大開殺界 這件事件在四川航天職業技術學院的宿舍 看到一張照片 有個學生坐在電腦前面玩 玩電腦 後面有一宗血跡 為什麼他們可以 這麼冷靜 後面有一宗血跡 你還坐在這裡玩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原來在下午 有一個同學在玩遊戲期間 可能很開心或者很吵 吵到另一位 正在認識的同學 於是兩個吵冤 很厲害 期間有一個拿刀出來 又捅人 後來 被救護車送走 當晚又沒有回宿舍 這件事件引起 大家 嘩 不是吧 又捅人 流到整地血 根據學校的宣傳部門消息 這件事件已經處理完畢 沒有學生死亡 但是 看到這樣的環境 真的是嚇死人 真的很誇張 流血流到這樣 是不是應該要嚴禁學生歌 又把刀子收起來 接著我們會看周凱薇離世 這則新聞 的後續 因為大家對於 在北京的當時 這個消息一出 北京醫院 病歷為何會外竊 當時北京警方立即高調 立即找人 立即抓到兩個嫌疑犯 你抓到嫌疑犯 我也想知道你的動機是怎樣的 為何你要把別人的病歷 吐出來 現在我們和大家一起看看 這件事也引起很多內地媒體炮轟 原來 發放 電子病歷的截圖 在微博 各個網絡平台瘋傳 這位是原來在醫院工作的36歲男子 因為涉嫌虛報他人私隱 被行政拘留 那是這位是符的 符某某 因為他在順義區 某間工作的工作便利 出於 耀木 為了浪費命 將一位患病的個人病歷 影響微信群 導致信性擴散 造成社會惡劣的影響 所以現在將他拘捕 這件事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命 他有什麼命 你將一位明星或名人 病危 還要病危 說到入院時的情況已經非常不樂觀 你是醫生是不是應該要第一時間救 不是曬紀錄 何況你不是醫生 我不知道他可能附有登記的那個 知道是誰進來了 這些已經是武品了 就算不貼圖出來 剛才招呼了誰的明星 很厲害 情風危台 然後在網上說是不是很厲害 有這些手線資料 我想知道 他這樣做可以厲害到什麼 我完全是理解不了 原因 就是為了曬命 很簡單 這些也可以代表在網路上 現在很多人 沒有腦子 他們是 沒有想過 什麼都先走 相機走我先 電話優先 經常都說相機吃先 拍照 然後不小心把自己的資料 放出去 有時候 拍照反光 然後 反光 看到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甚至乎把自己的QR Code 點餐的QR Code 放在網上 想看我這頓多豐富 是不是很棒 很羨慕 根據QR Code 可以下載幾十萬單 這種行為 擺上自己的社交平台 OK 你要把自己的生活紀錄 分享 但涉及他人的私隱 絕不能夠分享 所以為了一己私辱 其實我也想不通 何謂一己私辱 他可能看到 純粹因為 那位叫周凱薇 他可能覺得很驚訝 未見過明星 未見過人 於是就拍他出來 這件事 引起內地媒體炮轟 說離譜到極致 不可以寬恕 所以昨天我也覺得 真的要嚴懲一下 因為這絕對 絕對影響到 中國 醫療的質素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哪有 明星或者明人 或者知名人士 進去 幫襯內地醫院 就像我昨天舉例子 我過來雙方Cut 又被你拍照 又被你放上網 又把我所有個人資料放上網 怎麼得了 這件事 官媒也說 這位人士洩露 周凱薇的病歷 是基於曬命的目的 這種曬命是病態 嚇人憎 為了一時 一時威威 令到受害人的私隱暴露於天下 這種違法做法 絕不能夠寬恕 如果不依法嚴懲 今天 洩漏 甚至乎 曬命洩漏 患病者的病歷 翌日 可能會做其他事 所以 很多內地媒體都說 這種做法根本是荒謬極致 究竟是否想告訴自己 醫院工作擁有 偷窺私隱的特權 甚至乎 想炫耀自己的冷漠 麻木 毫無同情之心 除了這些之外 亦引起 很多內地網民都口誅不伐 你現在做什麼 消費 消費死者 怎樣消費 這位殯葬業人士 周凱薇離世 也不是很多天 就已經出現了 靈堂的相片 何謂靈堂的相片 看到靈堂佈置得很漂亮 有花、有棺木 有周凱薇的遺照等等 有人非常驚訝 為何會有這些相片 為何會流出來 究竟是真是假 現在 真是 嚇死你了 有一名內地的殯葬業者 製造了一條虛擬 周凱薇寧堂的影片 令很多人都信以為真 引發起大家 對這種行為 絕對不尊重 離世者 為何會引起很多人生氣 其實本身發佈這條影片的帳號是 一個 重慶殯葬 專業畢業 資深殯葬人 發佈出來 很多人覺得 你一個這麼專業的人士 放出這些相片 應該是真的 但是有人覺得 你為何要這樣做 這是對死者的一個尊重 入醫院也是這樣 你現在去到殯儀館也是這樣 不是吧 什麼都被你拍出來 你 一口刻人憎 這種行為 後來被人罵得 插上天 後來這個帳號擁有者就說 自己是周凱薇粉絲 大家用不同的形式懷念 如何為之不同的形式懷念 這樣懷念 這條影片 不是真真正正的靈童 的影片 他說他虛構出來 我不知道他怎樣虛構 但是這些東西拿出來玩 絕對 不容許 所以內地可能會就著這件事 又去嚴懲一下 一群人在網絡上 現在真的完全混亂 你沒有了規矩 經常都說要規矩 你做人 你出到街上就知道規矩 但是你一到網絡上 那些人就好像完全沒有網管 那些人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喜歡貼什麼就貼什麼 喜歡那些什麼 不要緊 對於你說言語上你不是過份的 就當你表達意見 但是去到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離譜的事件 然後在大連有酒店 竟然出現了裸藍墮樓 窄中部車 這件事件 究竟為什麼會裸藍 根據內地媒體報導 事發地點是大連市沙河口馬的酒店 網傳影片看到 酒店高層有個玻璃裂了 酒店前方 有一輛私家車 的車頂 有個男士躺在車頂上 凹凹 影片發佈者就說 又見到一個沒有穿衣服的人 就砰爛了 這輛車 跌了 跳樓 紮中了一輛車 好像 無間道 現場又說不要讓他亂拍 很奇怪 根據公安的 消息 這位男士 警方人員到場的時候已經證實當場死亡 死者姓萬 46歲 自己一個就入了這間酒店 房間裡面的茶几 懷疑用茶几打破槍 然後跳樓身亡 至於為何仍然有待調查 接著看看 浙江方面 平洋官媒出現了勞資糾紛 官媒 官媒也出現了勞資糾紛 竟然看到有人拉橫額 一堆人寫著 還我公之 還我崗位 這八個字 站在平洋縣 熔媒體中心 熔媒體中心 這個就奇怪了 究竟是什麼事 是否關於 欠薪 還是炒人 無故解僱 公共人員回覆 說這件事件比較複雜 要等官方回覆 等你回覆 當然複雜 這麼特別 突然間官媒也有這些事件 另外 近日 在哈爾濱 金融學院出現了一宗驚人消息 有傳 強迫學生 捐血 獻血 有消息說 如果你不獻血 你就不會成為優質學生 或者怎樣 我學校的粗行評分 或者年尾的評分 就是我賣不賣血 用血來換的 我還沒出來這個社會 還沒出來這個地方打工 就已經被人剝削了 是不是這樣 這件事件 學院做了一個回應 指出 班級幹部積極分子獻血 希望帶頭作用 沒有強制 即是捐血 據了解哈爾濱這間學院 持續多年 展開捐血活動 校方曾經發佈了一個關於今年秋季學期無償捐血的工作通知 要求各院各系 積極開展無償捐血宣傳活動 培養學生捐血助人的美德 學生簽 參與了這個活動 可以追加 現在的測驗評分 和分掛勾 我覺得這件事 你要培養學生 助人的美德 不應該和學術分 甚至乎成績掛勾 教人的地方不是這樣的 什麼都要說 你經常說私欣勾望報 你現在教他們私欣勾望報 這件事不行 這也引起大家爭議 質疑校方的態度 究竟真是假 學校方面 仍在調查 究竟是否不捐血 沒有優評給他們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要介入 另外 在杭州 有貿易商買了一些 非天茅台 有很多假貨 經常都說 你說真也好 全部都是搞得不知道還有沒有真事 市場監管局發佈了一宗 專門茅台事件 我看內地的短視頻也有很多 教你如何打架驗架 在茅台上是真的 有些不發商人會回收這些瓶 可能會用錢買這些真的瓶 然後 在貼紙附近找個位置 極隱蔽的位置 會抽一些 通常是這樣的 要麼買一些真的瓶 放一些真的瓶出來 真的茅台 接著 再擠一些假的茅台 然後再找一些陶瓷粉 吻那個瓶 接著再貼紙附近的 現在就被人發現了 這些針孔的茅台 其實也是 蠻難去看的 因為有人要用電筒照 看看會不會有黑點之類 看看接下來 茅台方面有什麼辦法 再去破解他們這些 造假的問題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